当代知名的主持人有太多太多 而褪去身上华丽的光环 她们也有着跟普通人一样的情感 郑州电视台知名美女主持人邱媛媛 声音甜美 长相漂亮 本来可以在事业上大放光彩 上天需要跟她开个玩笑 邱媛媛本来是山东灵异人 为了爱情来到河南 男友张祈轩也是一名主持人 两人可以说是狼才女貌 参加工作没多久 就选择了结婚生子 然而邱媛媛怀孕没多久 竟然查出了癌症 灾祸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降临在这个幸福的小家庭当中 原本邱媛主动配合治疗的话 还是有一线生机的 可她却要坚持把孩子生下来 放弃化疗 于是孩子出生刚满百天 她就不幸离世 那时候她只有26岁 葬礼当天 除了有追悼的亲朋好友 还有很多同行主持 就连央视著名主持人董青 也来到了现场 丈夫在邱媛媛去世后 一直悲痛不已 整整五年才走出阴影 现在为了孩子 有了健全的家庭 再娶娇妻 毕竟适者已适 活着的人还是应该往前看 明明知道自己患了癌症 不及时治疗就命不久矣 还是执意选择 用自己的生命 换取孩子的生命 她没有剥夺孩子生的权利 母爱如水 延绵不绝 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精彩节目 喜欢就加个关注吧 小编每天都在更新哦 小编每天都在更新的